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錢燕營 歡迎來到全球大量化 今天同樣要邀請的是我們最棒的嘉賓 郭志亮老師 好 亮哥好 亮哥剛剛一上座呢 馬上就告訴我 欸 燕營啊 東西拿出來沒吃完會壞掉 對啊 快點啦 誰來開動啊 通常都是把它藏在肚子裡 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好 為什麼亮哥會說 這個新鮮度很重要 來 一開始呢 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什麼 因為中餐時間 我們在直播嘛 雖然我們錄影時間是下午 但中餐時間直播呢 然後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金門嗆蟹 好 什麼呢 金門高粱嗆蟹 這個基本上呢 是如果這個星期 你有在一起跟著我們 新聞大白話的節目在進行的話 都知道我們有介紹過了 這個呢 時尚玩家購物網 這一回 轉上了金門高粱所做的嗆蟹 後來我去查才知道 哦 原來近年來 金門高粱現在啊 就多元化的發展嘛 所以很多廠家 都在做這個金門高粱的嗆蟹 那我們這一次為什麼會找這一家呢 除了說吃起來應該新鮮度可以對不對 為什麼叫做金門高粱的嗆蟹 嗆蟹是一種菜啦 嗆蟹是一種菜 那但是以往呢 一般是上海的嘛 一般是上海的嘛 應該江浙的啦 對 紹興啊等等之類的來做 就是不同的酒類會加進去 那這次用的是 58度的金門高粱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吃了之後 我覺得它的那個甜度 蠻高的 但是沒有什麼酒味 你覺得怎麼樣 完全吃不到酒味啊 完全吃不到酒味 然後我今天特別請大家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有做 比較像尼基尼那樣的一個做法嘛 下面放海苔 我今天特別請他們 幫我們弄成有點像是 蓋飯的方式 你覺得這樣好吃嗎 這個可以配很多東西 配很多東西 不過上海的槍哈 我覺得比較深 深一點點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深 真的嗎 對 但是一樣是用深的 可能它的酒精濃度高 所以吃起來 有的人會怕生的東西 吃了會有點怕怕的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可能酒精濃度高 會把它那個生蓋掉 中和一些些 有可能啦 我不確定 因為上海的槍哈我吃過 那感覺跟這個什麼不一樣 感覺就很深 所以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不敢吃 真的 因為生的那個會有一個味 那說有一個 海鮮有一個蝙蜜這樣 對 這個其實您現在所看到 亮哥所吃的這個 這個是加麵線 這其實也是金門的吃法 不可以掉在外面 我們特別都想說 因為亮哥要來吃 我們要給它大碗一點點 給它滿這樣 要洗碗 要洗碗 要好吃 吃肉又吃肉就對了 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你有覺得它這個 昨天我把它打開來 然後我一聞到那個味道 因為槍哈除了有加金門高粱之外 它就有加非常多 他們自己特製的醬料 我覺得它的醬料很香 然後不會很吸鹹 不會死鹹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它這個本來就不會死鹹 有一些 以前的上海菜 有一些是怎麼那麼比 我知道你的意思 這樣就是鹽放太多 就是比較鹹 它這個不是用鹽吧 不是它有用 譬如說醬料 是用醬吧 對 用醬料 然後呢 它有用這個醬料 因為我現在也在學煮菜 所以放鹽跟 你也在學煮菜 你不知道喔 你不讓人活啊你 沒有啦 我就是想說 自己料理很好吃 放鹽跟放醬料 是不一樣的 提味喔 放鹽的 少數的菜放一點點鹽 是提味用的 是 可是像這個鹽 用醬的效果會比鹽要好 嗯 是是是 因為我有去查它 這個到底怎麼做 因為我就想說 欸 洗洗冠外面都很貴 為什麼會那麼貴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們嗆蟹 不過蟹本來就不便宜啊 是 可是除了材料之外 包括它做法是蠻反覆的 因為呢它必須要先 每一家他們有自己特製的醬料 像我們這次加的是金門高粱 然後呢 它就是必須要煮 把那個醬料煮滾了之後 放涼 然後呢把生蟹放進去 放一天之後呢 蟹要再拿出來 再去煮滾 然後再放涼 蟹再放進去 這樣要反覆好幾次 才有辦法做出 我們現在看起來這個 不管是色香味俱全 而且呢 你怎麼知道啊 欸 我去查的嘛 因為我也不會做 我看大白話的主持人 我們不知道這麼細 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要討厭我 我跟你一樣 要討厭我 所以喔 這個其實呢 可以看得出來 它基本上每一個都是 醃漬的非常的套 不過它這個真的比較不死鹹 你說得很準 不死鹹 我覺得那個好吃之外 然後你會看到有辣椒 因為他們基本上 裡面這個調味料 還是有稍稍的會放一點辣味 但是並不是很辣 我必須跟大家講 如果怕辣的朋友呢 其實還好 真的還好 您可以試試看 特別是如果你平常 是吃一點點小辣還OK的 我覺得這個是蠻不錯的一個選擇啦 然後再來就是 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我們這次選這一家 除了好吃之外 CP值高啦 好 來 跟您來分析一下下 現在很多人在做這個金門的名產 叫做金門高粱嗆蟹 我們今天這合作的是完先啦 那其他家呢 網絡上面它排價格 基本上每一個 我們講的都是容量差不多的喔 他們有600塊的 有1190塊的 也有650塊的 均價可能大概是在700多左右 那我們這一次呢 兩入含運就是1100 其實我比較推薦大家買四入 好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第一嘛 小家庭你可能會覺得說 沒辦法這次買太多 那買四入你可以跟你的爸爸媽媽 雙親分享之外 真的比較划算 因為四入含運2000 然後滿1300 輸入折控碼 可以再折130 算下來一個其實就是不到470 我覺得真的那個價格差 你從這邊就看得出來 喔 一盒 而且那個一盒我直接把它打開來 我還 你知道我們這種人就是比較 小人之心 我把它打開來 我朋友想說那個裡面 會不會沒有那麼多謝 一打開沒有耶 挖起來真的滿滿都是謝 所以CP值是高的 大白話那邊有一個小編喔 他買了啦 一盒他一個晚上不知不覺就吃完了 哈哈哈哈 我們個人是覺得說大家 還是比較不要這樣子一次 你知道東西好吃也是一樣的 不要一次吃太多 因為怕對你的健康會造成影響啦 但是如果全家一起分享的話 我覺得一餐這樣子 一罐 一罐一餐 小家庭基本上我覺得 一餐應該是吃得完的 因為真的下飯白飯小偷 真的好吃 看到亮哥吃了這麼樣的津津油味 您就可以知道 我認識的上海朋友 他們吃飯一定會點槍哈 真的喔 他們習慣當小菜吃 他們的習慣 真的下飯 而且吃了真的開胃 好跟大家來推薦了 有需要的朋友在聊天室裡面 藍色欄目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直接來上網購買 那當然有任何訊息 麻煩大家跟我們小編聯繫好了嗎 留言小編都會回覆的 謝謝大家喔 你哪吃沒關係 你哪吃 我哪講啦 你哪吃我哪講 來 今天要跟大家講什麼 因為全球大排話 大量話還是一樣嘛 我們要在講的是一些國際上面的議題 國際上面的議題呢 包括這個超級星期二 Super Tuesday開跑之後 雙方都在講說 哎呦我們 勢如破竹 我們馬上的往前衝 一票一路領先 好那現在呢 在共和黨這一邊 基本上川普呢 是應該是就擊退海力了嘛 因為海力就贏一個那其他呢都是川普拿去了 那另一個部分呢是包括了拜登 拜登現在呢 因為他也是需要有這個拿到初選 然後同樣的他有 呃足夠的票來提名他 那所以呢現在兩邊各 應該是一個是說12號 一個是19號 可以取得這個提名的資格 但是呢在這一場的選戰當中 什麼最重要 其實外交上面很多的訊息最重要 因為呢美國現在在聯大 直接被中國給打臉了 好這個呢是中國的聯大代表跟爽 他就直接的講說 哎現在已經 這個齋介月即將要開始了 10號就開始了 在那之前 看看有沒有方式先停火 他直接其實就講的是美國 到底是誰一直在阻撓這一切 為什麼你們每一次呢 在這個聯合國大會裡面 或者是在你們的這個安理會裡面 他們都是不同意這一些事情的 現在呢美國的講法是說 沒有啊在開羅這邊喔 其實一切都在談嘛 就快成了就快成了 他們覺得決定權在哈馬斯手上 哈馬斯說不是啊 是在以色列手上啊 畢竟以色列現在 他們基本上呢一直在 講說來幫忙的那一些UN啊 聯合國他們所顧忌的這一些 顧用的這一些人 裡面都是哈馬斯 所以裡面有很多問題 好美國要怎麼樣來處理這一局 那也有一個講法是說 美國之前空投嘛 後來去援助 然後造成了一些意外 現在說要直接把船開過去 但船開過去 他們自己的海軍那邊就講啦 其實根本不可能 因為他不可能在一個 現在還在打仗的地方 船開過去誰要來接應 然後有沒有港口 事情又太複雜了 到現在你怎麼想看 第一救援成問題 第二停火有問題 第三看不到結局 因為送糧食最慘的是北加薩 那北加薩你從埃及運進去運不到嘛 太遠了 那你勢必要有一個運糧食的方式 因為美國前一陣子是用空投嘛 那空投一天 我記得他一天的量大概就3萬到4萬 遠遠來不及啦 因為北加薩那邊大概已經有超過一個禮拜 沒有任何補助 那已經傳出很多餓死的狀況 那小朋友已經在吃動物飼料 我已經我看到那個 在網絡上面小朋友傳出來的照片 那個腿完全真的是皮包裹 比那個腿比我們這種手腕都還要細還要瘦 真的是很慘 所以才會想到要用美國的哈姆嘛 因為那個只有從東地中海過來比較快 而且因為以前事實上曾經有運捕船 也是從東地中海上來的 那個時候是透過土耳其來組織 那那時候還發生一個事件 就是因為土耳其運捕船裡面 包括水泥嘛 結果被以色列軍艦直接砲弓啊 還死了一堆人 你們要當住哈馬斯 那個引起了很大的一個國際事件 其實你說聯合國這個組織 裡面有很多哈馬斯喔 這樣講其實不精確啦 因為他長期在加薩這個地方做服務的工作 難民服務嘛 那當然要找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啊 那當地的巴勒斯坦人 大概一面倒都是親哈馬斯的嘛 這還用說嗎 因為哈馬斯本來在這裡是政府耶 所以你去想你 如果找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去 聯合國難民事務裡面就職啊 他們就在當地上班啦 那當然很多都是親哈馬斯的 這還用說嗎 那事實上 連這種聯合國的組織 在當地以色列的攻擊下大概都死了將近兩百人 是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喔 所以你就知道 以色列有多兇狠 那目前卡在哪裡呢 因為 以色列現在是跟美國開出 停火六個禮拜 對 那交換全部的人職啊 那哈馬斯不同意嘛 哈馬斯就說你要撤軍 那結果以色列後來就說 好啦好啦不然這樣啦 停火六個禮拜 再加釋放四百個巴勒斯坦的戰俘 那這樣好不好 那哈馬斯還是反對 哈馬斯就是要撤軍 他說你不撤軍是沒有意義的啊 因為我把人職都放了 那我就沒有籌碼了 那六個禮拜之後你再來打 一定是亂打一通嘛 那搞不好就遞到灌水啊 現在遞到為什麼沒灌水 因為裡面有人職啊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 我們在這裡在講那個軍事上的博弈的邏輯嘛 對哈馬斯來講 他僅存的人職 世上的人職也不多了 現在大概只剩下四五十個吧 我如果都把他放了 那我還有什麼籌碼 那 世上還有另外一個面啊 就是 因為我覺得他也算準了你的時間啊 因為以色列要知道啊 他如果3月10號 然後災界月開始啊 然後才發動攻擊啊 你這個恐怕會引起全球穆斯林的 極大的公憤啊 你為什麼這麼不尊重 那個回教的災界月 你偏要用3月10號之後來動武 你是什麼意思 這個事實上是很大的冒犯 所以我認為以色列如果真的在3月10號之後 真的動武啊 來打這個拉法啊 不排除會有全球的恐怖事件啊 因為你會激怒他們 這是宗教上的 那這個就已經不是軍事戰爭了 就變成是宗教性質的 所以我認為會很嚴重啊 我覺得美國也知道 可是你以色列就偏偏要選3月10號啊 那美國為什麼會選2個6個禮拜 就剛好跳過那個災界月 跳過災界月 因為美國知道你如果在災界月動武那肯定很嚴重的啦 可是目前就卡住了 那 那 事實上美國現在也要提出一個叫做戰後方案 因為那坦亞胡有一個秘箭被金融時報爆料 事實上我最近發現啊 英美的媒體對以色列已經不客氣了 嗯 就是他們真的是受夠了 所以我看到BBC啦 然後 金融時報啦 或者華盛領郵報啊 這都是很明顯的民主黨的報紙啊 那 就是我只要拿到對你不利的資料我這樣都登 結果金融時報 發現了 那個那坦亞胡 他的戰後計畫 只有一頁啊 那登出來就嚇死你啊 他根本沒有意思要讓 約浪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政府過來接 他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他要繼續軍管 而且他要 弄出一個緩衝區 這個緩衝區很大啊 就是比如說幾公里內 不可以住人啊 然後 那個 要允許以色列人進來囤克 嗯 這幾個點美國通通都反對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硬幹 結果被金融時報爆料 所以美國是很生氣啦 嗯 那美國就說 我要找巴勒斯坦 約旦和西安那個政府進來接管加沙 嗯 不然北加沙這個樣子怎麼弄啊 是 一定要有政府嘛 那以色列就說他不信任阿巴斯 嗯 就那個法塔赫政府啊 對 他覺得裡面也有哈馬斯啊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搞不完啦 嗯 就是 法塔赫裡面當然會有親哈馬斯的人嘛 這不是廢話嗎 你打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嗯 而且我跟你講 約旦和西安 我 禮拜一看那個統計數字 也死了407人 哦 就連約旦和西安也都出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有人會對戰車丟石頭啊 情緒問題 還有在屯梗區發生衝突啊 是 那因為屯梗區以色列有民兵啊 對 結果現在美國就強迫 那個阿巴斯要解散政府 嗯 他現在要換總理 嗯 因為那個總理 就是 以色列人不信任嘛 嗯 那美國可能要找一個 很親美的 嗯 就是美國擔保的一個人來當總理 嗯 就是要逼以色列接受 說那我找的總理 你只要信得過吧 反正美國就是要落實 約旦和西安那個巴勒斯坦政府 法塔赫啊 過來接掌 嗯 可是問題是 哈馬斯也不接受啊 對啊 你現在要說服兩方 你知道嗎 是 以色列人不願意 他說 你找那個法塔赫沒用啊 是 你回來 他們過來就跟 照不住 跟哈馬斯又勾結啊 也照不住啊 那你如果過來是一個特別 一片島親美的 你認為 哈馬斯能接受嗎 嗯 所以就卡在這裡啊 嗯 事實上 哈馬斯也說 他們願意跟西安的巴勒斯坦人 來 重組一個政府 對 在加沙 對 以色列當然反對了 那可是問題是到現在這個階段 呃 比如說更爽他現在就說 他要用最大的政治決心來推動 那算不算是中方現在在這個時刻出手 最大的什麼 政治決心 不是我跟你講啦 這個聯合國大會發言 只有輿論的作用啊 嗯 事實上2月20號 中國的聯合國代表張軍 嗯 就已經在安理會痛斥美國 是 因為那一次美國用否決權啊 是 他已經指名到現在罵美國了啦 張軍啊 所以這也不是第一次啦 嗯 今天已經 那個耿爽那個發言應該是3月4號吧 對最新的 那 2月20號張軍都已經 直接罵美國在安理會 所以 我跟你講為什麼這個很難使上力啦 因為 這個是軍事的問題啦 不是外交啦 你軍事使不上力 你怎麼 逼以色列停手 嗯哼 所以真正有軍事上的籌碼的只有一個國家叫美國 是 那當然就是 還有一個國家他要不要介入這麼深啊 看起來是沒有 就是 伊朗或俄羅斯嘛 嗯 他們並不想躺這個渾水 嗯 那因為基本上加沙已經是被以色列封閉的狀態 嗯 這個有點像是關門 對 關門打狗的味道啦 所以你根本進不去 是 那 所以真正有籌碼只有美國啦 因為他航母已經在附近了嘛 對 航母那一艘說本來要回去 但後來他們決定先不要 先就是留在那個區域上面 但那一艘到底會不會真的去援助 去做救援的物資 現在其實他們在內部有非常多的說法跟討論 因為 那一艘主要的任務是在 阻止別的國來幫 來幫這個 實業派的民兵啦 說實在啦 但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他其實也有可能會去送東西嘛 可是問題是 他如果真的要過去 做東西 要再派船送到那邊的話 你有船沒有用 一定要撤退 對 但他們就說內部 那個系統 他說那個不是拍電影那麼簡單 那個其實要有一個很繁複的一些的安排 而且要有交通 對 你要有道路啊 內部 然後外部 就是 反正就是他們的講法就是說 他們不認為 我看到所有的 包括的 美國軍方這一邊的 或者是說呢 在這個 專家他們的解法都認為說 他們不認為 除了空投之外 美國說他們要什麼 海上救援啊 或者是其他方式救援 他們都認為 還不及及 而且呢 可行度非常非常低 那我就想問了 那如果都已經講到這個節骨眼上 拜登他現在也正在 進行他們自己民主黨的 最可行的只有一招啦 是你說 就是趕快停火 讓埃及的車隊進來啊 就這樣 那個就是又扯到停火啦 是啊又是這樣 對阿開羅那邊就講不出來嘛 那這樣子的話 那超級星期二 現在呢 對啦 拜登是也有贏 然後呢 川普這邊呢 就說他對象 他的目標就是拜登 但問題是 以一些最新的一些線上民調 過半的美國人同意 美國應該 停止向以色列運送武器 然後呢 43%的人覺得這一次重點是移民問題 百分之31的人認為是經濟 那大部分的人呢 基本上 在這一次 包括了尾巴等等 這一些的問題上面 他們都認為說 趕快停了吧 不要再繼續下去了吧 這傷害太大了 而拜登呢 在這個節骨眼上 嗯 蚵也搞不定嘛 然後這個尾巴也搞不定嘛 那現在呢 大家都發現說 那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搞不定嗎 他又那麼老了 七成的人覺得他太老了 那川普就直接講啦說 還是我來吧 我比較可以 甚至呢 現在在網絡上面 有很多的陰謀論 包括啦 在我們 今天錄影是禮拜三嗎 禮拜三的清晨 發生了美國Meta IG然後Threads 全部大當機 大家又有很多陰謀論說 哎呦 超級星期二正在進行 這會不會是一個陰謀 讓大家停止催票等等等 您怎麼樣來看 這一連串 美國的這個初選現在正在進行開跑 然後呢 嗯 雙方各有一些說法 但是呢 看起來 拜登就是好像很沒力 雖然說 泰勒斯有催大家去投票啦 但是很多人就是 譬如說 我看到某一週的 他就直接講他們就是投 不接受 拜登 有人就說那個就叫 都爛票 超級星期二 川普贏定了啦 對啦 那沒有懸念了啦 那個有沒有當機 沒有 沒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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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跟你講啦 你看那個民調你要 知道那個民調的真正內涵 嗯 他真正的意思是說 52% 反對美國 新在 增補武器進去了 是 可是他們並不是反對 以色列打 加煞 嗯 那意思就是說 美國不要再運武器進去了 可是以色列打哈馬斯還是繼續打吧 他們並沒有要求停火 嗯 你知道 嗯 這是不一樣的意思 嗯 嗯 這樣的重點就在於 美國境內 認為 支持以色列打哈馬斯的 還是非常多數 嗯哼 他們當然是認為這個人道的 糧食的資源這個該處理啦 可是一般的民眾不會把這兩個想得那麼清楚啦 這兩個之間是有連結關係的啦 你如果沒有停火 糧食就沒有辦法運到 是 這個美國人難以理解啦 因為他們不是豬來加煞 喔 你知道我意思 他們平常可能也沒有要看兩個的節目 所以他們就覺得 他們就覺得 你糧食要給人家運到啊 可是這個不等於要停火啊 嗯哼 重點在這兒啊 嗯哼 因為美國人沒有辦法想像那個狀況 因為事實上當地 我跟你講幾個狀況啦 因為 在南加上他是 有卡車進去 可是他的量 比這個 戰前大概 大概減少了60% 這個美國人怎麼會知道 美國人只看到說 有沒有運進去啊 就這樣嘛 好那運進去之後 因為當地沒有政府 所以排隊 基本上是沒有秩序的 所以比如說那天的慘案啊 就是很多人就過來搶嘛 那你去想一想 小朋友怎麼有能力搶 所以為什麼 很多餓死的都是小朋友 老人 還有女人 因為他們搶不到嘛 去搶的一定是年輕力壯 那都是男人啊 都是男人在搶的樣子 那男人之間也會互相 互相推擠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不夠 所以你就會衝上去 那恐怖有力的就先躲走嘛 那那一天 以色列的軍人就是看到有人這樣轟湧上來 那他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攻擊他 他就開槍 那以色列第一時間 還辯解 說他們是推擠啊 那推擠之後自己撞車撞死的 因為車子在移動 那結果 BBC 這是BBC的報導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就是他獨家 你不得不佩服英美的記者的厲害 BBC的記者就去問 當地的一些醫院 結果他統計 他做統計 那送來的 176個傷患 裡面有156個人有槍傷 那更不要講當場被打死 因為你如果打中頭部就倒在現場 結果後來統計有112個人死亡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推擠造成的 就是你真的給人家掃射 所以才引起了這個執法上的爭議 就是說你以色列為什麼要開槍 那以色列就說 我又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打我 因為 因為當地的包勒斯蘭的爭民 都是同情哈馬斯的 我怎麼知道他衝下來有什麼武器 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你去想 你這問題怎麼解決 你如果不是停火 你怎麼解決 因為你現場一定要有 一隊 一個警察在現場維持秩序 不然你怎麼發放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有效的 把食物發給最弱勢 最需要的 對不對就是兒童 或是很平均的分給大家 對對對你怎麼做得到 不可能 因為家裡一定也是 還有餘力去拿糧食的人 派去哪裡的糧食 那一定都是男人 待在家裡的可能就 女人照顧小朋友跟老人 一定是這種情況 你用想的就知道了 結果他的男人在那裡被打死 以後他怎麼辦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沒有停火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而這樣子的一個內容可能 你沒有真的 比如說像亮哥這樣 你很常在看各種的 你美國人沒有辦法體會那個狀況 各種的訊息來源 你必須要深入的去探究去研究 然後你會得到更多的訊息 得到更多的資訊 你才能夠感受到 而且你知道他不是停在你家社區門口 那要走多遠 你知道嗎 走很遠 走很遠才有那個 糧食的配售地啊 配發地啦 那可能離他住的地方 已經走好一段路了 你知道嗎 這個美國人沒有辦法去體會啦 就是這樣 但是這場戰爭 應該說這兩場戰爭 其實大家都講一定或多或少 或是可能很絕對很關鍵性的 會影響到美國年底的一個大選 還有另一個也有可能會影響到的是什麼 還有另一個可能影響到的 欸當然就是美中之間的角力了 這個也想要請教一下 亮哥你怎麼樣來看 其實在去年喔 8月也就是年中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有討論到這個 美中科技合作協定 那個時候他就只延了半年嘛 他說部分延半年 那現在呢半年時間到了 在2月底的時候就到了 那美國現在呢他就說 欸他們還沒有討論好 還在討論 甚至呢有一派就直接講了 就不要簽了 他一直在偷我們的東西 這個東西簽或不簽 現在呢雙方各有一種說法 但是呢會不會加速脫鉤的這個部分 因為貿易的部分 大家已經很明確的看到了 貿易的數字呢是急劇的下滑 結果戴琪說 這個反而是多元積極的訊號 然後呢在科技上面 AMD呢他就講了說 我還是想做中國大陸的生意 所以呢我想做中國的生意 我就把其他國家 比其他國家還要弱很多的產品 改成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產品之後 我想要賣到中國去 當然美國公司先送 美國這邊來審 美國政府告訴他說不能賣 好這一些消息 基本上呢也讓這個科技股全面的下挫 那這個能不能講說 在科技部分 基本上未來這個脫鉤速度會更快 你怎麼樣來看 我那個自由時報 那個報導是錯的啦 嗯 美中科技合作協定 預期沒有續約 尚未續約 對可是還是在執行中 還在討論 那因為這個協定是 1979年就簽了 30 那他 可能還會測 這個是根本性的科學合作協定 不是跟產業而已 是 還包括所有的學界 我覺得美國 不太可能讓他不續約 是因為現在國會在吵 所以拜登就一直hold著這樣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批准 就是因為 我記得是五年還是幾年要續約這樣 那現在他就一直不敢送 因為共和黨這種氛圍你怎麼審 因為共和黨裡面瘋子很多 大部分的美國人可能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聽起來就是好像你們又要偷我們的東西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只要停了就中美連學界的 交流都完全 自然科學的就全停了 那我覺得 稍微有一點理智的美國人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自然科學的合作跟產業的那種競爭 這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內 可是你總要知道中國大陸在幹嘛 他現在走到哪了 對啊 那這個 基本上還是有助於你去了解中國的 自然科學的發展的狀態 所以 你怎麼可能一點敵情都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即使是站在 把中國當作對手的角度看 這個也不能斷 所以我認為美國不可能就讓他這樣 變成不能運作的狀態 但如果是說啦 我們現在說是可能因為 譬如說他們現在雙方都在初選 要讓訊息能夠更加穩定一點的時候再來進行 但是今年就是選舉年 他很難找到一個適當的時候吧 有啊 11月以後 11月以後再來處理 就要直接拉到年底就是了 當然有可能啊 美國很多事情都是 反正壞人的時候再來處理啊 這個你簡單講只能夠說拜登 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總統 在眾議院多數的時候你怎麼不處理 對啊 搞到現在眾議院變成少數啊 然後又進入了選舉年代你怎麼處理 就是這樣啊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名稱容易讓人家誤以為 好像你有一些科技又會被中國知道這樣 事實上不是那麼簡單啊 他還包括所有領域的合作 然後從學界到業界都有 是 就是這樣啊 那其實在之後 最新的一個消息就是他們 我還記得那天華春瑩發了一個很有趣的 X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喔 這個美國裡面啊各式各樣 先前是針對於華為 然後後來呢 現在開始要針對於車子了 那他的那個留言 他是寫什麼 他是寫說齁 如果你手上只有錘子的話 那你看什麼其實都像個釘子 然後他下面就寫了TikTok 現在他們也要處理嘛 最新啊他們就直接講啦 說字節跳動你馬上齁 就要跟這個TikTok兩邊呢就要脫離 然後還有包括什麼 氣球啊科研氣球啊 還有最新一個車子啊 因為他們就講說呢 車子這個東西也危及國安 甚至拜登呢是直接下令要調查 汽車零部件 就連零部件都可能會造成國家安全風險 所以華春瑩就講的話就很嗆嘛 那您怎麼樣來看這後續 在今年這一個選舉年當中 當然啦現在看起來氣候合作 他們持續在進行 雖然說呢他們的這個氣候大使 有一些呢他可能要先退休了 但是問題是 這一些有辦法在這樣的氛圍下面 好好的繼續走下去嗎 那汽車這個會變成今年新的一個年度 新的一個季度的一個最新戰區 汽車會啦 因為汽車的供應鏈很長喔 會衝擊到很大的就業啦 那可是 這個當年日本的車也是被美國搞過啊 對啦 1980年代 就是 事實上中國的汽車現在在美國佔比還非常非常低啊 他也還沒真的進去啊 比亞迪也還沒真的要進去啊 可是歐洲已經發生了嘛 對啊 那 因為歐洲人不可能去阻止這東西啦 就是 因為歐洲 要取代實化車這個大的趨勢已定 對 他可能覺得他2035做不到 那要稍微再演一下 好像2030啦 可是有一些國家比較勇敢的 比如說挪威 挪威明年開始 2025啊 新車就沒有實化車了 他是第一個國家 真的勇敢 民地一槍 不是新車 那舊車就 就慢慢讓他淘汰 即使新車沒有實化車 都是非常大的創局耶 這個 這個在 車子的工業比較 強的國家 像德國就不可能這樣做啦 因為這個 一定會造成極大的失業 那美國事實上是根本就 還沒有到那個狀況 就在那邊鬼叫鬼叫 事實上他早晚會面對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中國的車商 很可能會透過墨西哥 把車子弄到美國去 是 那那個就是 生產地都是墨西哥啊 嗯 然後 零組件來自中國啊 嗯 那美國要不要去阻止這樣的東西進口 嗯 那你如果阻止的話 你就會傷到 墨西哥的就業啊 那墨西哥是你的有岸外包耶 所以就我們上個星期講 這一連串 現在呢他就是開始要有動作 要先反映出來 我認為中國一定會透過有岸外包的管道 那 就是 你可以看到中國的各種零組件 跟那個國家 貿易在大量增加 啊可是卻變成那個國家的 成為出口地 簡單講這個叫做 Made by China in Mexico Made by China in越南 Made by China in泰國 這樣啊 那你美國怎麼去阻止這個 嗯 因為你如果從貿易戰的角度說不通啊 是 因為WTO認定的產地 就是墨西哥啊 嗯 他並沒有為理的規啊 嗯 那你如果要從 特殊零組件來做制裁 那那個就是科技戰 那個不是貿易戰 嗯 那所謂的特殊零組件 你認為那個會 違反會有國安風險你要證明啊 不然你就是沒有標準 你等於是把 產業的競爭 隨便加個國安的帽子就 就開始亂用 就是國安風險了 就亂用 那這個當然會引起很大的問題啦 比如說 因為智能車本來就是會收集數據嘛 對啊 它要不斷改善這個車的狀況嘛 那你說它會回傳中國 你可以要求伺服器擺在美國啊 嗯 TikTok就這樣做啊 但他現在也說 TikTok你還是要跟母公司 要直接剝離開來啊 事實上已經剝離了啊 事實上已經剝離了 所以這個牽涉到 什麼叫做剝離嘛 定義啦 如果是科技的剝離 早就剝離啦 因為TikTok花了10億美元 把伺服器整個蓋在美國 可是參議院還是有 Tom Cotton這種人要找你麻煩啊 你既然是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 就跟他完全剝離 不是都剝離了啊 他在美國是另外一個公司啊 對啦 但他覺得母公司 你現在還是跟那邊有所交流嘛 雖然說他的伺服器也在這裡 然後他的什麼東西也都在這裡 他是在美國這邊成立公司 然後在這邊上市嘛 不過你的交流是什麼意思嘛 就中國有的好的經驗 我不能去合作開發 我去吸取經驗 參考 這樣不行喔 沒有人這樣搞的啦 我跟你講喔 這個世界有他的規則啦 這不是你單方可以決定的啦 比如說福特汽車 他在德國 叫福特德國 他是獨立的 他在德國上市 金融切開 財物 人才 他甚至連人才都當地決定 啊 可是呢 他福特的一些技術的更新啊 他當然要 美國如果有更新 他當然要跟進啊 有新的為什麼不要 對啊這不是廢話嗎 所以你可以說他在科技研發上 跟福特美國還是維持一定的關係嘛 可是人才還有銷售 通通都是當地人啊 然後也在德國上市 沒有在美國上市啊 是 他沒有雙掛牌啊 是 所以你說這樣是什麼關係 我認為TikTok跟抖音就是這種關係 喔 就抖音當然會不斷的研發 新的算法嘛 那如果研發出來 那TikTok當然會拿去用啊 這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喔 美國醫生疑鬼了半天說 你會回送資料 可是你又沒有證據 那他對華為就是這樣嘛 那他找不到華為回送資料的證據 可是後來他是用什麼名義禁的 5G 5G嘛 5G 就是說5G跟軍 直接有關嘛 那這個還有一點道理啦 所以華為那個case 反正就是沒有辦法 那目前美國的科技戰 在全世界也是以華為為指標啦 就是跟進的大概就是跟美國比較好的國家 可是TikTok沒有辦法成為指標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認為有那麼嚴重 所以大部分的國家這個我查過各國的執法狀況 比如說歐洲的國家 德國就沒有管 那法國就假掰啦 法國就說我們政府單位不能夠下載外國的一些軟體 所以你上班的地方他就把它拿掉 可是不是只有TikTok Netflix也不行 這crunch candy也不行 那都是美國的 crunch candy也不行 也不行喔 也不行喔 不然上班不要偷懶喔 對他就在那邊假掰啦 就是說我們不是針對中國這樣 那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公務員 不能夠在上班的地方下載 那三號合理啊 可是你如果在家裡他不管 對啊那合理啊 那瑞典挪威就更窄 就只有國防單位 還有國安單位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沒有看到對社會禁掉的啦 對社會全禁的就只有 我看到的國家啦 最有代表性的國家只有一個 叫做印度 那印度完全是因為他要發展自己的商品 他要發展自己的TikTok 那目前已經有三種印度版的TikTok出來了 那我也上去玩了一下真的相當難用 相當難用 感謝你給我們這個資訊 他有三個牌子 可是他因為印度人口很多 那也各有幾千萬人在用 那很多耶 你知道TikTok現在有多少人在用嗎 全世界15億 15億 那另外一個國家很特殊啦 他就是認為TikTok 有很多妨礙身心的內容 阿富汗 塔利班 塔利班全國禁止用TikTok 塔利班實在跟中國不錯啊 你怎麼禁止TikTok呢 那就是宗教的原因嘛 是 所以我跟你講 正常的國家 沒有人在社會禁TikTok的啦 日本韓國也沒有禁啊 台灣 台灣 抗中保台搞成這樣也不敢禁啊 我們台灣TikTok使用人 至少在去年就有520萬 是 就見到你要不要得罪人嘛 那美國TikTok使用人 目前已經有1億7千萬了 你怎麼弄啊 其實不只TikTok 他們要用很多的什麼 是那個吸引 對 就買東西的那個 那個吸引現在也是 現在法國最新也說他們要禁吸引 可是他們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原因是說呢 他其實在這個部分要有所管制 是因為他們覺得那個快時尚會造成資源 會浪費 會對這個地球啊等等 你指的就是他環保規定比較弱啦 對啦 那有一些就用那個 雪漢工廠的理由啦 是啦 有一些就用瞌睡的理由啦 有各種理由 可是 絕對不是安全理由 不是 對不對 不是 所以你TikTok你要給人家用安全理由 你有沒有沒有證據 這說不通啦 是 啊吸引一樣他會 去收集你的消費資料啊 那個就是那個APP 他本身做那種 你其實任何購物型的APP 他都會有那樣子埋扣嗎 那你怎麼不去進阿里巴巴 嗯 對不對 就是會算出你的偏好嘛 對不對 所以美國這個部分 我坦白講啦 你如果真的這樣幹 嗯 你會有連鎖反應的啦 比如說中國大陸 使用蘋果手機的 超過兩 大概超過一億五千萬 那我可以指控啊 所以你蘋果手機不斷的在回送資料 嗯 手機一定會回送資料 是 他設定就是如此嘛 嗯 他也要優化 他的數據使用環境啊 是 還有特斯拉呢 不是一樣 嗯 你在質疑我的智能車 啊難道你的特斯拉 不是智能車嗎 是 一樣嘛 欸可是蘋果最新 我剛剛看到了 2024年齁 頭六週 他們的整體的銷量 說呢 基本上是暴跌了四分之一 這因為那是華為衝擊啦 對就華為就真的是 因為我有去查 受到衝擊了 我有去查十個品牌在中國的銷售量 嗯 就只有華為跟榮耀上升 中國的品牌都跌 嗯 那華為是暴增 啊這個可以理解啊 因為他829才 上了MAT60 Pro啊 嗯 所以他是 他是這個 叫做什麼 這個重返榮耀 對啦 剛歸來啦 所以大家的愛國心 剛被他激發嘛 嗯 有啦 華仔那個廣告很帥 對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嗯 我認為蘋果的市占率還會繼續下滑 喔今年 蘋果目前在中國的市占率還有19 其實蠻高的欸 嗯 使用手機的人起碼也有10億吧 你預測他跌有可能會跌到 或二位數嗎 會有這麼多嗎 不至於 不至於吧 大概到15左右 就是他還是會 會慢慢掉下來 會讓一些版圖出來 會會 因為小米 最近也出了一些手機不錯 是 那我們就來到經濟問題了 來兩會正在召開的期間 大家都在問 到底經濟問題 大家能不能夠給問 原因是因為 30年來其實呢 這個總理喔 是給問的 那去年呢突然之間 總理的這個記者會取消了 大家一直在問說 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李強不出來開記者會呢 另一個呢 則是他們最新的一個名詞 叫做 心智生產力 那是習近平呢 他昨天在參加這個 江蘇人大代表團審議的時候呢 他其實有特別提到了 他有提到一點 你那個智喔 要說明一下 那是質量的值 喔對對質量的值啦 對 來來這邊 心智生產力 不是智慧的字 是質量的值 那他其實強調的是什麼 他其實講的就是你要改造要創新 你要整個整體提升 但是他特別強調 我們沒有放掉舊的 不要泡沫化 其實這次選江蘇很多人就在講 因為這邊是製造大陣 那當然也半導體大陣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你在這個地方 每一年他會去不同的人大代表團去開會 那他選這個地方 大家就覺得是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然後而且他們今年是以科技為優先事項 那在這個部分呢 還特別加強說基礎的科研要 希望培育新秀 他們現在的軍職 我剛剛看了一下數字 說大概平均年齡都是大概 30到40之間非常年輕 他們希望把這個部分增加 另一個增加的部分是國防預算 好甚至李強講了什麼說呢 要為軍事鬥爭來做準備 這一些呢基本上看得出來 在這個標題裡面 感受出兩會的氛圍 就是在未來這一段期間 你要做一些什麼工作事項 那亮哥你這邊 你怎麼樣來看這次的兩會 我覺得這次兩會的 新的訊息是最少的一次 像新制生產令他早就在做 對啦 對不對科技創新啊 這有什麼 而且他的科技絕對不是互聯網那一類 都是有扯到硬體的 就是他強調製造業啦 那就要高端化 然後智慧化綠色化等等 那軍費提升這個完全可以理解 其實他每一年都是差不多 這樣子一個數字在提升 今年增加比較多啦 7.2一點 7.2%嘛 因為他準備要統一台灣嘛 所以當然要增加軍費啊對不對 因為台灣的軍費也在大量增加 那今年這樣的軍費大概是 台灣加上特別預算之後 12倍 他以前是17倍 就表示我們增加更多 他當然是預期 未來在台海還有東海南海 軍事的挑戰會更多嘛 山海聯動 當然是這樣 所以 那其他事實上很多他都沒有講 所以這個不想講 就會牽動到為什麼李強沒有記者會 我認為啦 這是我的觀點 你就看未來郭半仙有沒有成真這樣 是 我認為這個絕對不是李強個人決定 總理不可能有這種權 一定是經過討論的 那他們判斷的結果是 不宜 不宜開記者會 我認為因為今年香港 他大概要處理那個國安23條嘛 所以在6月之前啊 我認為美國 有可能會對香港出手 可能會有金融戰 對 那 美國的貨幣政策跟財政政策 事實上跟中國在博弈當中 那美國自己也有很多訊息 不清楚 比如說你要不要降息 對 對不對 那這個會連動喔 比如說中國大陸 你看他現在 財政支出擴大 可是也只有小小的一兆人民幣 為什麼他不敢 為什麼他不敢 為什麼他不敢放水 因為美國如果沒有降息我 一放水又跑到美國去了 對喔 因為有利差嘛 是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讓他覺得他沒有必要講太多了 因為你那個記者會 外國的媒體大概都是問你最尖銳的部分 比如說我隨便講 比如說這個房地產你要怎麼解決 或者是美國的那些金融業到上海投資的話 讓他對你反接內奧法的意見嘛 他希望你能夠明確化嘛 所以你就看到華春瑩 他也在那個X上面貼了一張嘛 就是說我們中國的反接內奧法 跟各種國安的法律喔 對比美國跟英國的相關的安全的法律 差很遠耶 他就列出美國的相關法律 好多啊 一大堆 那英國也有一堆 就是說中國相關的法律比你們還少耶 那你在那邊鬼叫什麼 大概是這意思 那 因為我覺得中國大陸大概也看到了一些跡象 比如說 美國為什麼都知道要制裁哪些中國公司 他為什麼會知道 連我都不一定知道 為什麼他都知道 而且你不覺得他每次 他現在制裁的公司已經有一千家 對 為什麼都切得那麼準啊 那請問是誰在做調查工作 有可能是美國的CIA嗎 你以為CIA有這麼厲害嗎 看得懂中文啊 不要做夢啊 我覺得最有可能的就是 他問在中國的美國金融業 對 萬資企業 譬如投資部門的 他一定要了解目前產業的訊息 然後他就 你回美國我就約談啊 嗯 比如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啊 比如說投資銀行啊 還有做投行相關的法律業務的人啊 還有美國的相關的公司啊 跟他有產業零組件往來的公司啊 我相信他們是這樣重建的啦 嗯 那這裡就牽涉到 當你那些公司來上海來北京的時候 你是在收集我的資料 然後表面上說 我們要針對我們的投資人做情報收集啊 不然他們怎麼判斷這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資 說實話是這樣嗎 這個行業他們顧問公司他們的工作就是這個 是 你要提供訊息嘛 對啊 可是問題是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科技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成黑名單嗎 你懂我的意思 比如說中國也沒有想到 怎麼這個領域你也要進來 來卡我啊 比如說我隨便講 華大基因 嗯 華大基因後來也被美國制裁啊 我怎麼知道你連這個都要制裁 結果我過去提供你資訊 你可能就拿回去跟CIA報告啊 本來我想說我是希望募資 希望有很多投資人進來 是啊 沒想到是美國政府進來 當然是這樣啊 還有啊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 有居民合作的那一塊啊 那你進來做調查你就會查到啊 嗯 CIA哪有這種本事啊 嗯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因為你有動機啦 那人家就會防你嘛 比如說以前人家去美國投資 或者是我建議人家買美股 嗯 那我當然知道有美國哪些公司跟軍方有關嘛 是 可是這個不會導致中國對你的制裁啊 對 你懂我的意思 嗯 所以這種公司就沒有在美國大家就做的 沒事嘛 嗯 可是現在就是因為你美國的制裁的標準 越來越任意啊 所以你想到你就制裁 啊 而且有時候是國會發動 所以你這個就會讓中國的公司 或者他的財經部門越來越 不想講太多啊 嗯 那比如說我怎麼知道你接下來的貨幣政策 可怕你又是衝著我來啊 啊 還有財政政策 這 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有點連動 嗯 嗯 還有我的產業的 未來的大的策略 然後時間表要怎麼落實 比如說以前他有什麼 2025啊 什麼 中國製造啊 2035中國標準啊 現在他都不講 以前他在兩會他會有蠻明確的 就是未來幾年的計畫 是啊 然後他們遠程是什麼 是啊 短程中程遠程 看得到那個東西 對啊 啊我講這個結果你回去 來搞我 嗯 所以我乾脆不要講 我覺得是有這個味道啦 就是 這就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科技角力啊 嗯 還有金融的角力 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了 有可能是要搞深水區 就是現在希望大家都看不到 現在通通都是深水區啊 大家都是下面都是藍色的 而且事實上 這個是沙利蘇利文自己公布的啊 他是2022年公布的 嗯 他認為 中美競爭 他講的是產業的競爭喔 十年決定生死了 是 那不就是到2032嗎 那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那麼多事 而且我都不告訴你啊 我的政策出手的 靈活性就會變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怎麼會care說 欸你來罵我說沒有言論自由 我幹嘛跟你講那麼多啊 我鬥爭的就像是美國政府啊 又不是你們記者 對不對 你來跟我說 那你要看我要不要啊 那是我自己可以決定我要不要啊 那你就跟葉倫罵 葉倫為什麼要去兩次中國罵 難道是在懷念雲南菜嗎 當然不是啊 他是去蒐集情報的啦 是 我跟你講啦 我認為美國所有的部長去中國 都是在蒐集情報 那你怎麼樣來看 美國這個軍艦 現在又經過台海這麼一件事情 這個還好才一艘驅逐艦還好 一艘驅逐艦還好 但是現在呢 在這個雙方 您剛也特別提到了 而且您要知道的位置啦 因為你這個都是廣義講 搞不好他距離中線很遠 對 那他沿著台灣開有什麼不對 自由航行 那你就把他說他是 經過台灣海峽 經過台灣海峽有很多方式耶 靠左邊一點靠右邊一點 對啊還有請問你的 你的武器是對哪一邊啊 嗯 那你速度多快啊 放多慢啊 譬如他的武器都從台灣這邊啊 然後是迅速通過啊 這有很多細節的啦 對啊 那你怎麼看這個和平統一 還有祖國統一 反對未來感受 沒有啦他那個把和平拿掉了啦 這個就意味著他未來 在處理兩岸的部分 他會加入一些軍事的手段 可是這個不等於武統啊 因為我們武統當然 會把它理解成是最後的戰爭嘛 就他有些東西可能就會用軍事出手啦 比如說金門海域這個事情嘛 他海警船就直接開到你家了 嗯 那你要怎樣 你要跟我對黨嗎 那這種手段以前是沒有的 比如說M503這種事情 M503不算啦 M503還算是 就是民航的階段 而且人家在國際民航組織有登記啊 只是 那個坦白講還是屬於民航在飛的航線 我現在是講軍事 軍事 純軍事的這個部分 因為以前如果說你要和平統一 那就意味著軍事手段是不用 嗯 那外交戰是肯定有的啦 所以 當他把和平給收掉 就意味著他會有非和平的方式 就這意思啊 那什麼叫非和平啊 那外來勢力的干涉呢 那個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那在目前這個狀況看來 我們剛剛特別講到三海聯動 東海 台海跟南海 南海當然最近是激烈一點點啦 因為昨天剛好有個新的畫面出來嘛 就是水炮四射 然後呢說菲律賓這邊就有四個人受傷 那當然小馬克思這邊就直接講啦 他就講說我們必要的時候會反擊 如果侵害我們主權我們就會反擊 這個說法跟王定宇一樣 美國這邊的也 喔定宇說我們必要的時候要開炮啊 對 必要的時候要開炮 然後還告訴我們國外都怎麼做這樣 你海巡船敢開嗎 海巡船說海巡署的署長可以決定啦 對 他敢啦 但海委會的主委說我沒有說要開炮 然後那個邱國正也說他不介入啊 對 國軍不介入 是 你海巡署敢開炮啊 嗯 嗯 對 那菲律賓的海軍是什麼東西啊 那菲律賓的海軍現在呢 因為他們現在 又要 因為畢竟又要開始肩並肩了嘛 我跟你講這艘船為什麼會出狀況 因為那是日本送的 是 所以他有2000噸 菲律賓的船從來沒有那麼大隻的啦 以前更小的船嘛 那去年又送啦 對啦所以 所以 人家送你 日本哥哥送你 你只要演一下吧 拿到禮物 還是要行使一下你的職權 當然啊 不是行使職權 你說錯啦 要演給大哥看說 我有在做 你指定的目的啦 長輩送我衣服 我要穿去給長輩看說 我有在穿 很好穿 就是我有在衝撞中國 我有在衝撞中國 所以以後你還會送 因為事實上是美國叫日本送的 那美國就會覺得說 欸不錯 有在執行任務 所以就會叫日本再送 就是這樣啊 所以看起來是一場戲 可是問題是 比如說在肩並肩啊 比如說啦 像澳洲他跟東協在開會的時候 澳洲也開始說 我要用這個2.8億澳元 要開始幫助東 南海 東協南太平洋這一邊的海事安全 那大家都講這些都是針對中國而來嘛 是啊 可是 然後新加坡說 你們如果做好了核動力前見的話 歡迎來我們這一邊 我們這邊歡迎你 這些 這一些 的訊息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在這邊 就是 持續的有在被 試探 沒有啦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可能菲律賓都跟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啊 對啊 所以你本來就不能寄望太高啊 你寄望他軍事跟政治跟你走在一起 你是太 你是太天真了吧 你頂多只能夠寄望說 他考慮到他的經濟利益 所以不會做太過了 比如說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戰略白皮書早就公佈了啊 是 他就是要跟美國站在一起啊 那中國大陸最近給他進了紅酒嘛 嗯 中國大陸不會天真到說 那澳大利亞在政治軍事上會跟我走在一起 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很平常啊 那2.8億能幹嘛 海事安全有很多項目耶 也包括天上的衛星啊 嗯 那也包括科考船啊 所以不一定就是軍事啊 就看你怎麼定義啦 我們通常 要說比較直接冒犯衝撞的就是 有沒有攻擊性武器啊 對 那如果是偵察用的 那這個倒沒什麼 這個是理所當然啊 那菲律賓你2000噸 一個海巡船啊 又怎樣 嗯 中國大陸超過3000噸的海警船 就有72艘 是 也有6000噸 8000噸 12000噸 所以這根本不構成威脅啦 嗯 那只是小馬可是你要繼續這樣玩 那 就奉陪嘛 大概是這樣 嗯就是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就是之前講的就是你開什麼來 我開什麼去 對 你開軍的來我開軍的去 對 你開海警來我就是海警去 所以這次它是2000噸嘛 對 大陸那一艘也差不多是2000多噸 嗯 所以兩艘看起來一樣大 就這樣 就這樣 嗯就彼此之間 有來有往 對 然後可能中方他的想法是 我理解你的需求 但你不要太超過 實際上菲律賓的船本來是要撞 中國的船 對 那後來緊急 轉個角度嘛 嗯 然後插到嘛 那不是用那個 插撞 橡膠墊出來 電開 對啊 所以 菲律賓你敢爭玩嗎 你怎麼不撞上去啊 你為什麼不撞上去啊 你是鼓勵他嗎 我事實上撞船也是一種 一種 雙方這個衝突的方法 嗯 有時候船艦不是用噴水啊 也不到射飛彈開槍的程度啊 嗯 就用撞船啊 嗯 所以你看很多海軍 那個船前面有那個 防撞的特別的裝置 表示那個船就是準備跟你撞的 嗯哼 這也是一種攻擊方式 那菲律賓連這一招都沒用啊 嗯 所以你還聽小馬子在那邊吹牛 嗯 好 南海現在呢 看到美國這邊當然啦 他就是馬上駐飛大使啦 嗯 外交上面啊 力挺菲律賓啊 希望菲律賓啊 這個中國不要太超過 不要無視國際法等等 好那後續 包括我們今天特別講到了 東海 中海 還有 台灣海峽 然後還有這個南海這邊 持續的三海連動 那在這次兩會過後 台灣這邊當然就是驚嚇 金門的這個問題 還沒有 三海其實沒有連動啊 你這個太高估了 喔不好意思 你看我們那個放棄會這樣不行就對了 我跟你講喔 對啦 在菲律賓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嗯 前幾天在旺安灘 中國的軍艦 也跟越南的軍艦對峙啊 是 可是 你有看到新聞嗎 很 沒有 沒有嘛對不對 因為越南不想衝突啊 嗯 所以雙方就是 在那邊秀肌肉啊 嗯 那就結束了 那另外你看到安華 安華也參加歐洲那個東盟論 澳洲 馬來西亞 對 跑去澳洲參加 是 那他直接在那邊講 他說 我們兩邊都想做朋友啊 是 美國 澳大利亞 日本我們當然要來往 可是 來往的同時 我們沒有必要去抹黑中國啊 嗯 我覺得 中國大陸大概有一個策略啦 嗯 就是說對菲律賓這種國家啊 他就是 你如果軍事要來我就奉陪啦 可是更多的話 他會逐漸的讓東南亞國家出來講 因為東南亞國家是有共識決的 嗯 如果 越南 越南事實上 南海的衝突比你菲律賓還要嚴重 對不對 如果越南都認為南海行為準則 有必要 然後馬來西亞 印尼 文來 都認為有必要 那你好意思再堅持下去嗎 我認為中國可能會用這個方式啦 輿論的壓力 因為直接來跟你吵沒有用 而且國際上很容易說是大欺小 因為菲律賓太弱了啦 所以他可能會用你東南亞內部的壓力 所以你沒有必要這樣吧 你是要幹嘛 對不對 所以他外交會有一些技巧 是 好來好去 那有沒有辦法讓大家最後基本上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生活啦 好不好 下個星期呢 同一時間我們當然全球大量化 一樣就是要來跟大家好好聊聊國際式 不過與此同時呢 在節目最後也是要再一次來呼籲大家 如果說呢你有喜歡吃螃蟹 有喜歡吃嗆蟹嗆哈的朋友的話 歡迎來參考一下 我們這個星期所推薦的是金門高粱嗆蟹 那500公克一罐 一罐呢幫大家算好了 如果你買的是四入煮的話 基本上一罐就不到470 而且呢是免運 提醒大家齁 因為他這個是冷凍的 所以呢 他不用再做處理 退冰就可以吃 那如果說呢 你本身就很有喜歡吃這種 比較有鹹香味 然後呢配飯吃起來很順口 或者是呢配麵 其實也是另一種風味 那宴客的時候這個拿來當小菜 我個人覺得是很能夠拿得出檯面的 希望大家有需要的朋友 能夠好好來參觀選購一下了 今天也要非常謝謝翔哥 我們下個星期 全球大量化 星期四的中午12點半 跟您現場再見 掰掰 掰掰